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在唐成芳开设的首家全科医疗诊所星期四正式启用 自今年1月起诊所已为630多名病患提供服务 接下来三个月还将有另外290名来自中央医院的病患转到这家诊所复诊 新诊所约10%的病人来自低收入家庭可在社区保健援助计划下获得医药津贴 诊所也为每名病人安排一名专属医生以更好地照顾他们的医疗需求 此外集团也计划同社会服务组织合作为病患提供各种社会援助 病患可能需要的服务包括登门护理 财政支援以及社会附件等 感谢皆所感谢